HELLO,我是Angela,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次的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一個drugstore產品的推介list 因為我發覺我這麼久都沒有拍過一條有關drugstore的影片 而且我之前在youtube的投票問了大家想看什麼類型的影片 所以我這次就決定拍影片去分享一些我自己喜歡的drugstore產品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第一件要介紹的產品就是防曬 這個防曬其實我是在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買的 這個防曬其實我想很多人都應該不陌生有聽過 我之前記得有一個觀眾留言告訴我 它在香港運動在哪裡可以買 因為到處都買斷了 那我前幾天就去了詹沙咀Danki 我就看到是有這個品牌買 而且它不是只有這支 它是整個季都是這個品牌的產品 其實它有很多版本的 它有些是比較水質的防曬 有些是比較啫喱狀的防曬 那我這個就是perfect uv sunscreen skincage 或者有spf50加pa加加加加的 那其實我覺得spf50已經是非常夠的了 那我自己其實很喜歡它的texture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texture 那其實我覺得它感覺塗上臉之後 是很像cream的 你不會覺得特別有一層很黏粒粒的東西 它是很乾爽而且很薄 但是它不會有擦紙膠碎的 因為我很怕防曬 我不知道有沒有試過有時塗防曬 或者primer 塗完之後會起擦膠碎的 我就不喜歡了 而且最喜歡它這個是超清爽的 我自己覺得它無論冬天和夏天用 我都覺得很適合 那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Donkey看看吧 第二樣product呢 就是這個已經用到非常殘的canmake眼影了 那其實它是一個三色眼影來的 你看到我已經是用到很殘 因為我真的整天都用它 我左邊這個顏色已經是被我用到鍵底了 中間這個也差不多了 那我覺得這一盒眼影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 它的顏色呢 就這樣擦 譬如你不是化一些很容易 如果想自然一點 純粹眼看下去沒那麼浮腫 或者是想有一點輪廓的話 這個眼影簡直是很推介這個眼影 除了做眼影之外 它也可以做一個陰影粉 那陰影粉不是說兩邊面 是鼻這個位置 我平時是會用這個顏色去做一個陰影的 在鼻樑這個位置 它不會說兩邊拿了鼻樑之後 會很突厚、很啡、很深色 它是非常之自然的 所以我自己都很推介這個眼影 可以一合量用的 之後我就想說兩支眼影掃 這兩支眼影掃呢 我想我已經是第三支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化妝片呢 其實你會發現我所有化妝片 都是用這兩支眼影掃的 因為它們這兩支實在太好用 而且性價比是非常之高 我沒有記錯是很便宜的而已 你有這兩支眼影掃呢 我覺得基本上你普通的眼妝已經是可以完成的了 那首先我就說了大一點這一支 那大一點這一支是Brush 311 Eye Blending 那它就是一個源頭的鼻樑來的 那它不算非常之大 但我覺得對亞洲人的眼部來說呢 眼妝的時候呢 你想覆蓋整個眼窩的話呢 這一支其實已經是非常之足夠 那我自己覺得它毛質也是非常之軟滑 它上眼的時候不會說很刺 或者覺得很硬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很喜歡這支掃去上眼影的 那這個尺寸就是小一點 而且它是扁一點的 那這一支掃就可以做到什麼呢 就是你平時看到我化妝呢 在眼角這個位置掃的時候 在下眼線這個位置掃眼色的時候用的 那我自己也用了它很久 也都是不刺 毛質很軟滑 而且我覺得尺寸真的很適合我的眼睛 不會太細很難上色 而且它拿眼影的份量也是剛剛好的 不會說真的完全拿不到 也是拿得太多的 所以我平時也是輕輕地點一下它 就已經可以上眼角這個位置的了 好 然後就到眼影了 那今次也會介紹Colourpop的眼影 不知道Colourpop其實算不算是一個drugstore的產品 因為它價錢上和drugstore的價錢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很便宜的 這個四色眼影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大家會看到我打開 你看到眼影其實是已經用到粒了 因為如果眼影用到有粒陷的情況 其實你也會想像到 其實真的我很經常很經常用的 那其實我今天的眼張也是用了這個眼影的 我就沒有用其他顏色的 眼影是有四種顏色為主的 我自己覺得最實用就是後面這三種顏色的 這個淺啡色和旁邊這個 Rose Gold的一個閃粉顏色 我會覺得它真的很漂亮 上到眼上 那其實我今天也去過他們的網站看 就看到他們其實這個眼影已經是落了價 但他們的網站現在是可以 只是買一粒眼影的 所以我也建議 其實你可以去他們的網站 買一些單一的眼影粒 然後就自己去砌 然後我就想分享一下關於睫毛的產品 那睫毛的產品 我是有三樣產品要介紹給大家的 那第一一樣就是睫毛的primer 這個牌子沒有記錯我是在台灣的時候買的 而且我上次去台灣的時候 我是買了很多支 所以這一支是我最後最後一支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妝片 你都應該會留意到 我很好很好很經常用這個primer去打底 不好意思因為用了太久 我不是那麼好意思 close up 給大家看這一支pron 它開出來就是一支白色的primer 它就是在塗眼睫毛之前就是塗的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你塗完之後呢 它可以令到你的眼睫毛 真的耗著一天都不會掉下來 還有它可以增長眼睫毛 它也有一點可以做到濃密的效果 但我覺得它最主要就是可以增長你的眼睫毛 而且也增得挺長的 因為其實它這一支我想用可能三四個月 其實你都要換的了 因為它其實你用了一段時間 它裡面都會開始乾了 那我自己覺得它作為一個drugstore的product來講 我覺得它已經算是真的做得非常優勝的了 那這一支打底液呢 我已經用了我想就是六年都有了 在六年的時候我在台灣發現的 因為是我中學畢業旅行的時候 在這個台灣的 就是台灣的Watson's 應該是台灣的Watson's 發現這一支 那另一支呢 也是眼睫毛的primer 其實因為我知道那支primer 其實都差不多用完 因為其實它都用了很久 而且它已經呈現到有一點乾的狀態 所以我也很想找到一支的Mascara Primer 可以取代了剛剛那支的 那我就找了這一支Kate的Mascara Base 那其實它也有一點像剛剛那支的感覺 那但是它這個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你會看到 我覺得塗出來是有點gross的 因為它是有一點好像 一些很幼的毛在裡面的 那所以它是可以做到 令到你的眼睫毛可以粗一點 還有也有增長的效果 因為它白色的膏就是給增長 然後黑色的那些油膜 就是可以黏在你的眼睫毛上 令到你的眼睫毛看起來是粗一點的 而且它也做到就是可以保持你的眼睫毛 一天都可以黏下來 那所以如果大家都在找一個 好用的眼睫毛primer的話 我覺得這一支也可以推介給大家用的 然後說了兩個primer之後 就一定要說睫毛液 這一支睫毛液也是用了真的很多年了 我想都真的有六年 那麼久以來我也很喜歡很喜歡用它 那就是這個 這一支已經看不到圖的眼睫毛液了 我相信大家去drugstore都不陌生了 因為周圍都會看到 就是有一隻很大隻眼的公主 還是有個很大隻眼的卡通 超級防水 我是從來用過這麼久 我就算是哭 或者是很熱的天氣 它都是不會掉的 它是真的stay on很久都不會掉的 而且它塗完上眼睫毛液 無論你塗多少 它都是不會剩下的 就是叫你不是很重手 我只會一直塗10次 但是你正常這樣塗 它真的不會剩下的 有很多眼睫毛液 其實你塗完之後 它是會 就是無力夾的時候 就是這樣 然後塗完之後 就是這樣 然後你就會很厲害 因為你之後就不會再夾得起眼睫毛 因為它已經硬了 而且它是有分增長和濃密兩個version 那我自己就喜歡增長 因為我喜歡眼睫毛 看下去就再花一點 我就不需要再濃密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都looking for 一個很好用的眼睫毛的話 這一枝一定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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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然後就是眼閃筆 這個眼閃筆也是用了真的很久 我想我這次的產品 真的是忠實用家 是用了很多年 然後就是這個 Edgesay的啡色liquid的眼線筆 第一 為什麼要選啡色呢 因為我自己喜歡用啡色眼線筆 我覺得它畫到眼睛 是自然一點 不會說很黑 除非我要做一些cat eye 或者做一些很dark的眼妝 但其實大部分時間 我都喜歡用一個啡色眼線筆 第二 就是它畫出來 顏色是很足夠的 不需要再重複 不斷畫很多 重點就是 很防水 非常之防水 這一枝眼線筆 你真的要起細地揉它 它才會掉 所以我也強烈推介 給一些油眼的女生 真的可以試 之後就到眉筆了 其實我知道 我說眉筆 好像沒什麼說服 因為其實我有陰 畫眉的情況 是不算太多的 但我也很想介紹 因為你看到它轉出來 其實是平頭 它不是平時的 好像一枝筆一樣 所以在畫眉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乾淨的 而且不會畫到一塊塊的 那它一邊就是眉筆 另一邊就是這個素素 讓你去blend in 一些顏色的 這枝眉筆 在我之前需要畫眉的時候 其實我都經常經常用到它 而且它有很多個顏色選擇 還有它價錢很便宜 它畫出來又順暢 所以我覺得這枝眉筆 都可以推介給你們的 然後就有這個牌子 就是I'm Mim 我不知道它是Mimi 還是Mim 這個呢 它這裡前面就寫著 I'm Blusher 打開其實它是一個 胭脂膏來的 它這個胭脂膏 其實它的顏色是比較沉 一點點 但我覺得它上到臉之後 blend 其實是可以做到 一個很rich 很出的一個胭脂來的 其實我今天也有用到少少 在臉上 所以我覺得夏天 如果女生喜歡做一些 很紅潤的感覺 好像白淚透紅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個胭脂膏 都可以做到這個 所以我自己也很推薦這個產品 最後一件就是胭脂掃 這支胭脂掃 其實我是在Colorpop買的 那我自己就覺得都幾驚訝 因為其實它毛質 都是很軟 而且你看到它這個胭脂掃 其實它剛剛好 是可以掃到我的臉頰 所以我自己都幾喜歡這支胭脂掃 而且它毛質一點都不刺 很軟 它價錢也是很便宜的 沒有幾錯 所以如果大家都在找到胭脂掃 的話 大家都可以去Colorpop的網站看看 那今次drugstore product的分享 就已經分享月筆了 希望大家今次會喜歡我的product分享 希望會燒到你們買這些drugstore product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like、subscribe和comment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其實都還沒follow我的IG 如果大家還沒follow我的IG的話 記得follow我的IG 因為我的IG都喜歡說 飲飲飲食食、穿衣服、美衣服 各樣東西都說的 所以如果你還沒follow我的IG的話 記得快點follow 所以今次希望大家喜歡這個video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